今年一开年就爆了几件大事 台湾大选 萝莉岛事件升级 胡塞武装硬钢美国海军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美国党内初选 川宝首战告捷 美国的政坛大戏终于开始了 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川宝赢了老灯头呢 没这么简单 今天郭郭就跟大家聊聊美国选举制度 以及川宝首战告捷中间的一些趣事 很多人把川宝首战告捷吹嘘成川宝要赢了 总统之位信手拈来 吹早了 过了呀 这才哪到哪呢 如果我们把美国总统大选 当成一个肥皂剧来看的话 川宝首战告捷不过是肥皂剧的第一集 主演亮个像而已 还有一些主演连像都还没亮呢 还有就是肥皂剧不都是有些小意外的吗 没有高潮低谷谁看呢 对大家别高兴的太早 川宝再度称王没这么简单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 美国总统选举一共分为五个阶段 党内预选 党内候选人提名 竞选活动 全民投票 选举人团投票 整个流程搞下来得一年左右 现在川宝经历的就是第一个阶段 党内预选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党内预选 理论上来说 美国是可以随便搞一个政党的 但是近些年 美国已经被共和党和民主党垄断了 任何小党想要跑出来搞事 比如参加党内初选 首先是很难达到门槛 让自己能够登入50个州的总统选票 这是需要很大能力和财力的 其次呢 就算你有了这个能力 也会被突然冒出来的各种官司给搞解散 原因很简单 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党不合 但是他们对付外党心是很齐的 再加上美国各级法官都是两党任命的 因此他们搞起第三党 那是非常容易的 美国这套玩法 被留学美国的新加坡李光耀学会了 新加坡也是随便谁都能搞政党的 但是只要搞大了 各种官司就会接踵而至 光律师费就会让你破产 所以美国的初选 实际上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初选 民主党这边拜登已经是总统了 加上他只当了一届 所以党内初选的获胜者 民主党默认是拜登 因此拜登不用参加党内初选 除了著名的倒霉蛋卡特 共和党那边谁赢了 直接和拜登进行最后的角逐就行了 我们再看看共和党这边 这次在埃奥瓦州初选 和川宝一起竞选的有谁 德桑蒂斯 黑利 拉马斯瓦米 最后的竞选结果 川宝以51%遥遥领先 其他几个人分别是21% 19% 9% 其中得票率9%的拉瓦斯瓦米 因为票数太少 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并且他还致电川宝 说预祝特朗普赢得2024年大选 并承诺在选举中支持他 拉马斯瓦米成为了川宝打败的第一个人 在埃奥瓦州初选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埃奥瓦州初选开始计票 仅仅过了31分钟以后 美联社就公布 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 取得了埃奥瓦州的初选胜利 虽然川宝确实是以超高得票率 碾压其他人 但是美联社提前公布结果这一做法 让德桑蒂斯十分生气 表示媒体提前宣布特朗普获胜令人愤慨 这是干预选举 德桑蒂斯失态的原因也很简单 埃奥瓦州初选是美国大选的重要风向标 谁能在这个州的初选中 以压倒性的碾压优势获胜 不但预示着这名候选人 很有可能赢得本党的初选 也证明这名候选人 能很好地统治本党的资源和派系 美国大选本质上就是一个银元战 谁获胜的概率大 谁就能筹集更多的竞选资金 这样也增加了竞选人胜利的可能性 一上来就被碾压 基本就可以判定 德桑蒂斯没有任何机会挑战川宝了 所以大家关注这次美国党内初选 不用看完 再选几个州 如果川宝还是遥遥领先 不到最后 跟川宝的几位竞争者就会自动退出了 毕竟党内自我消耗 把竞选资金都花完了 还怎么和民主党的灯子竞争呢 从一开始 川宝的对手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灯子 我们看他首战之后的发言就知道了 后面这一段虽然不是川宝最近的发言 但是川宝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会重回白宫 我们要知道 他本可以安详晚年当个富家翁 但是为了美国人民 他义无反顾的踏上征程 关于这次初选的结果 拜登竞选团队也对此做出了警告 如果让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将会出现卑鄙的攻击 无休止的谎言以及巨额的支出 拜登竞选团队的警告无非两个目的 第一攻击川宝 降低选民对他的支持 第二呼吁拜登的支持者加把劲 筹措更多的竞选资金 川宝对此完全不慌 因为在1月份的民调统计中 仅有33%的受访者支持拜登 这一数据可以说是 15年以来美国立任总统的最低水平 相较于2020年 很明显川宝这一次很有信心 2024年美国未来的王期待川宝的回归 视频的最后喜欢郭郭的点个关注吧